银口从今天开始正式解封 公交出租车恢复运营 省济世纪客运搬线 也将是疫情的形势逐步恢复 各类经营场所呢 目前也开始逐步的线流开放了 中小学校有序恢复线下教学 幼儿园学生儿童托管机构 线下教育培训机构 待中小学校全部复学之后 将依批准有序恢复服务 咱说虽然解封了 但是坚持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措施 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 对 昨天沈阳就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上 交出了一张特漂亮的答卷 5月27号70至5月28号的八十 沈阳市内五区等13个区县市 常态化核酸检测累计检测396.4万人 结果均为阴性 掌声送给每一位主动配合 科学防护守望相助的审承人 是你们用每一个小我 凝聚起了强大的抗议和力 那下周就是端午小长假了 不少在外学生都有可能会有返乡的计划 国省各地也都发布了最新的通报 府顺市要求返府学生提前一天报备 集中隔离住宿费用 政府补贴50% 锦州市要求返景学生提前三天报备 火车站 机场等设大学生快速检测通道 安山市通知返安的学生提前三天报备 非开雪尽量不再离安了 本期是要求返西的学生提前三天报备 需要提供48小时倡导持24小时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在这儿咱们还是要提醒返乡的学子 及时关注家乡当地的返乡要求 我需要提供的学生提前三天报备 谢谢大家